今天是前董事長裴偉 因黨流出後 各界嘩然 甚至有人質疑真實性 前立委黃國昌找來專家背書 講解辨識過程證明造假可能性極低 不過其實裴偉本人早就認了 發言是真的 但只是自己碰轟假傳 府院聖旨 國民黨立委也要法務部給交代 你不想後悔我們蔡總統的這個名聲 我任何人的名聲 我都要捍衛 部長蔡清祥被陳玉珍連珠炮拷問 當事人都認了是誇大 國家元首被假訊息污蔑不查嗎 就是不松口進度 畢竟要查的可是自己大老闆 但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已逼檢調接求 那檢調現在是希望我能夠到場說明 主委陳耀祥的部分 我要控訴的他是肚子以及內神通外鬼 那在裴偉的部分 他控訴他是一個政治詐騙犯 看來該有的動作還是要有 後續調查多久沒人知 而最先公布股東會錄音黨的時代力量立委 陳焦華也被NCC主委轟介入鬥爭 你介入了整個主動鬥爭非常的深 事後陳耀祥雖然道歉 但外界最關心的還是 府院黨是否插手獨立機關 裴偉的碰轟說是不是要斷尾設防火牆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